首先多謝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本來我們的安排就是希望有條文之後 就可以先跟大家見面的 不過等了又等 亦都似乎信息很可能是明天就實施 但是今晚可能刊憲 但是到這一刻 即12點前的不夠五個小時 我們到現在都是完全沒有條文的 當然這個安排整個安排是無稽 也都是絕對不能接受 由整個國安法在北京預備 至到今日可能短短是只不過大概40天 一個直接和香港現行 無論是政制還是司法 甚至是各個生活界面都相關的一條法例 居然是沒有經過任何的諮詢 亦都沒有來過立法會 沒有官員作出解釋 甚至是林鄭都答不出 到今早記者問有很多的傳言 不過所以就不回答了 是完全沒有邏輯可言的 而我們亦都在各種的渠道 曾經收過一些不同的訊息 但是我們只不過在這一刻 只能夠無論是在網上得到的資料 就是已經通過了 包括是習近平主席都已經簽署了這個 簽署了這個主席令予以公佈 但是我們到現在是沒有條文 未有相關的資料 但是我們認為呢 事態都相當嚴重的了 所以我相信都是一個適當的時候 跟大家作出交代 而如果今天稍後有條文的話 看一下那個中數會是幾點 但是我們很可能呢 在明早早十點鐘 那個新聞那個簡報會 或者說明會之後呢 我們會再有一個記者會 再進行回應 那麼到時呢 我們之前就會通知那個傳媒朋友 那麼首先呢 就著這條法例呢 我會講是一國兩制的死亡證 已經正式證明了 或者也都確認了 一國兩制在香港消失 一國一制直接在香港也都實行 無論是在各個的層面上面 或者一些的說明啊公佈等等 我們對相關的法律了解 可以說是少之有少 但是這個法例呢 可以說是對香港 無論是政治人 或者甚至是普通市民 講的可能是去到小朋友 講的學校都可能影響心願 但是居然是完全沒有通過 一個諮詢的渠道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話 其實早在1999年 特區政府曾經說到 如果有任何而列入 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對香港有實質影響 政府是會將有關的事 而提交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討論 並會諮詢法律界及其他人 有關人士 這個是1999年2月10日 一個政府補充的書面答覆 但是今天可以蕩然無存 已經 和這個基本法第22條 那個一晚三個解釋 都可以說是相當接近 當然今天這個條文 對香港人以後相關的影響 對立法會 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我們現在還未清楚 但是看到整個過程 由立法的闖絕 至到現在一個完全沒有透明度的情況 大家就知道 其實特區政府 都是不獲得中央的信任 因為這次整個立法程序 其實證明了 不僅中央對香港已經不耐煩 甚至最重要的是 反而是中央對一國兩制已經失去信心 亦都對香港人失去信心 所以這一個我反而是變得非常憂慮 而且在條文當中 似乎我們的理解 有相當的 我們叫exception 有相當的例外 但是這些例外似乎 是沒有一一講明 是如何執行 或者甚至是如何決定 甚至準則是什麼 那這些部分 都是令我們相當憂慮 在普通法來講 有一件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一個確定性 但是偏偏這條條文 帶來的不確定性 可以說是沒有人可以了解得到 或者沒有人可以知道如何去執行 當然 我們民主派 在早前也都出了信給梁君彥 是要求她 邀請林鄭月娥 來立法會去交代相關的事件 當中不僅包括條文的細節 包括所謂諮詢的過程 特別是怎樣去在香港落實 包括國安委員會 究竟秘書長等等的安排 跟著辦公室會加上的主任 究竟在香港怎樣去執行 跟著還有在警方那裡 和我們今天在林鄭剛剛的回覆那裡 她有說到警務處和律政司會 設立專職部門負責履行 港區國安法的相關法律條文 這個我們也是完全不知道的 究竟對司法獨立有造成什麼影響 法庭又怎樣去審理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從未交代過的 所以我相信沒有理由這個是林鄭簡 我也知道剛才李慧琼有提過 可能搞一個聯合的事務委員會去處理 但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一個對香港有這麼嚴重 和這麼長遠影響的法律 是應該至少用一個答問大會 起碼都是用兩個小時 不僅是回應我們議員的提問 更加是應該好好地向公眾和國際社會 去解釋整條條文 相關的實施和將會落實的情況 和什麼算是特別的情況 將會是將香港市民送中去審理的 這些部分全部都是應該詳細去交代 而不是用一個聯合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形式去處理 所以我這裡簡短作一個趙澤民有一個簡單的回應 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我們明天會有記者會的話 我們會盡早通報給傳媒機構知道 接下來我將這個時間交給陶錦新議員 然後就是郭榮鏗議員 好 我覺得這次北京是在侮辱它自己的立法和制度 有兩點 第一就是 根本這個港區的國安法 就不是全國性法律 不應該就是福建三 你看福建三現在的國旗、國徽、領海、領土、領空那些 全部都是全國國家一起實施的 這個根本就不是全國性法律 所以要放進福建三 它就是侮辱自己的基本法 第二就是北京侮辱它的立法法 其實很多你看見這幾天的內地的法律專家 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從來沒有法律是這樣的 立了才知道 又不諮詢 又不公佈 跟它原本立法法的宗旨完全違背 所以它是第二樣侮辱自己的法律 當北京或者中共是這樣 連自己定了的法律都不守 還有立法法是最近這十多年做的 那你就被人看出 你是一個沒有誠意去遵守自己的法律 當然這個還是本地 domestic 原來你也沒有誠意去遵守國際的條約 我認為這一次 一國兩制這二十三年 就算你說不是真的完結 都死敢九成 為什麼呢? 怎麼違反一國兩制呢? 第一點就是 實施專制的內地一制 就為香港的另一制立法 並且可以違反國際人權公約 第二點就是 習慣了專制獨裁人治的內地人員 可以在香港一制執法 第三點 香港政府既是檢控一方 特首又可以用政治角度來選擇 一組法官去審判 最後 發生在香港一制的行為 是可以被內地一制的人員 拉去內地去審判 如果這些幾點 你可以想像 在九七年的時候 如果你告訴大家 全世界的人聽 原來香港將來的一國兩制就是這樣 不要說台灣 世界各地的人 投資者 走不走 所以今天是很悲哀的 如果北京 它自己的法律都侮辱 和別人簽了的合約 國際的條約 又不遵守 向全世界說過的事情都不算數 那你就不怪別人 全世界幾十億人 會在接下來的時間 和你割席 針對你 還有呢 是很強烈地針對北京 因為你自己才侮辱自己 你就不能怪別人 如何去對付你 看到新華社的稿件 裡面就說 這個法例有六章 六十六條 到今天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 這六十六條條文 究竟裡面寫什麼 最好笑的就是 香港政府說 這個法例 今天之內 會在香港那裏 頒布實施 譚耀宗 好像說 條文要到十一點 今晚 才會公佈 但是呢 可能十二點之前 就生效 就是說 市民有一個小時 的時間 去看這個六十六條文 的法律 就是少過一分鐘時間去看一條 莫講說 一般市民 連律師看法律文件 都不會看得那麼快去理解 這個就是現在的香港 香港人 只有一個小時 時間 去看一條 可能會判自己生死 的條文 我只想說幾句話 我只想說幾句話 這個已經將討論 承受制 種逍長 的地方 論 論 論 條文 解祐 our way of life, have been passed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by people we know nothing about. With contents of this legislation which we know nothing about, that's no way to treat a civilized, educated, international city such as Hong Kong, but this is it. The way they've done it, most ruthless, undignified assault on the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of Hong Kong and not to say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You don't want me to tell you? Thank you. One country, two countrie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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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怕啊 你害怕啊 你看看 眾志年輕人這麼勇 他們都開始一直 不要說他們退 自保是人類的一個本性 但是從此之後 香港不單止有思想罪名 有以言入罪 你在網上 講過什麼話 全部收拾回來 沒有提追溯力 他沒有提不等於他日日 不可以提 這個是他反過來 我們法律專家 會講的知道的 他反過來用普通法的理論 跟你說 沒有說不行的事就是可以的 我沒有說到不行的 現在沒有提追溯力 日日可能有追溯力 這些就去到最終的信任 的成份 以後你看看什麼國安法 檢控的是 政府 那個法官由政府委任 然後 警察是他的人 肉卒啊什麼 全部都是他的人 那你玩完了 然後講來講去 一些很絕對 在香港處理不到的情況 才會拿回大陸 但是不用怕 不會有死刑的 你真是黃恩浩蕩 真是非常感激 那這個是不可能想像的 在二十三年前 完全是 香港人是被辜負 被完全 不信任之餘 是踐踏到 面目全非 現在很多新聞 通常的新聞 會說 那些被迫 在香港現在 被人的比方 更多 那我叫這 不是更多 他們的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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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都可以做任何事,如果您是否不合格,如果您是否不合格的想法, 您可以用法律去扔您,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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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位朋友,現在是7點18分 widgets 各位,現在是7點18分 四個多小時之後 一條影響香港非常深遠的法律 據說就要生效 但是對於這條法例 我們還未知道它任何一條條文 除了名字之外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有個報告 報告裡還是一個責要 是這麼多了 這一刻 我相信大家會感覺到那種荒謬的情況 尤其是我們現在身處於立法會 在香港 我們定的法律 即使是最簡單的法律 會不會是這樣的 我們就算不說香港的立法 是中國內地的立法 我似乎都沒有聽過一種這樣的情況 一條法律在實施之前 幾個小時都還未 但是條文是公佈於天下 我們沒有知情權 我們也沒有參與權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頭 立法會沒有角色 香港大部分的市民 沒有機會可以表達意見 這一種這樣的立法的情況 我們怎麼能夠 令到大家 是感覺到 我們的法律 是有一種歸屬感在 所謂的第二次回歸 這個回歸 如果是人心回歸的話 怎麼能夠令到大家覺得 是深有所向呢 整個法律的通過過程裡頭 除了剛才幾位議員提到的 一些情況之外 我還想補充一下我一個觀察 在沒有法律條文的情況之下 我們官員也好 議員也好 其他建制派的 是十分的支持 十分的擁抱 究竟他們支持什麼 擁抱什麼呢 過去逃犯條例修訂 他們支持 整個立法程序濫教支持 現在 港版法沒有條文支持 是不是這樣 就是 香港將來的政治的新常態呢 我們是不是 就是 這樣的一種生活的形式 就是我們的未來呢 希望 今天 大家可以有一個 很好的睡眠 明天 我們將會進入一個 很陌生的一個 時代 其實我沒有話說 沒有話說的不是因為 不敢說 是因為 我想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 進入了一個 失禦的狀態 有一個 前所未有的一個 失禦病 沒有話說 沒有話說 因為我們正面對的 那個國安法 好像很沉重 但又好像沒有存在 好像 很血腥 但又好像很平靜 好像 終身監禁 但又好像 和你 有一個 一小時的關係 完全進入了一種 很 不著編制的 一種 很混沌的狀態 在Facebook那裡 在面書上面 在社交媒體裡面 你看到 有很多情緒 有很多不安 好像每一個人都成為了 一個存在主義者 每一個人都是被投擇了 在這個世界裡面 然後不知道怎麼好 可以沒有意義地死亡 可以很努力地 去尋找自己的意義 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議員 我只能夠跟香港人說 我們一起面對黑暗 我相信 無論是說道理 其他議員都說了 程水港才 邵家樽都說了 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 我和很多今日的香港人一樣 都是感覺到 擔憂 忐忌 但是其實這些情緒 我們明天 睜大眼 還是有新的一天 所以 我只是希望用 自我勉禮的這番說話 和大家分享 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 就是恐懼本身 希望 憑著我們的信念 我們是可以繼續為香港而努力 其他一切荒謬的事情 剛才葉建元議員說得很清楚 我只是想特別說一句 因為當執法的人 都不知道條文是甚麼時候 他叫我們去守法 那究竟我們守的是甚麼呢 他是在執著甚麼法呢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謝謝 我覺得共產黨 是有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他今天這樣做 法例 在北京通過了 而條文到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做法 這個訊息 就是告訴香港人 我不看你在眼內 香港人 在共產黨眼中 是不存在的 香港 只不過 是一個小城市 我喜歡初元 喜歡禁扁 喜歡打爛他 你吹嗎 你香港人 就是要聽我說 你不要管我說甚麼 我甚至不說你聽我說甚麼 你就是要聽我說 這個訊息是很清楚的 共產黨是滅視整個香港人 和滅視整個國際社會 在這件事 吹出來的時候 國際社會已經有迴響 這些迴響不是普通的迴響 是幾個國家的外長 是美國帶頭 說了取消香港特別的經貿地位 現在又立了一些更加立的法 聯合國 那麽多個獨立顧問出聲 要聯合國做一個大使 一個特使來香港 看回香港人道的情況 歐盟 這些全部是非常之異常的反應 但是你看共產黨怎樣 我看你都傻 這種這樣的滅視 這種這樣的 完全不跟 一個開放自由社會的世界秩序 就是共產黨要展現出來 他們那種的霸權 而對香港 就是要產生一種震懾的作用 就是要我們香港人害怕 我們不知道國安法是說什麽的 它吹了很多東西出來 又說什麽會死刑 又會追訴 又白屋無限期拘留 又會送中 什麽都齊 你的法治就是會被我破壞 你所有香港人 你的一言一行就是會被監察 我們傳媒 文藝工作者 宗教界人士 教育工作者 社工 你哪一行都好 環保人士在國內都可以重招 在香港當然都有機會重招 但是這個到今天 他都不說實際內容出來 就是要震懾 所以我呼籲香港人 我們要抵抗這個惡法 我們當然要看內容 它始終都要揭衷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做回你日常做的事 做回我們正常 一般我們生活需要做的事 講我們需要講的東西 做一個誠實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 作為一個開放文明的社會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文明人 我們必須要誠實地生活 做回我們以往做的事 每年七一 我就會走出來 我就會去維園去銅鑼灣 我就會做回我平時做的事 我也都希望所有香港人 做回你平時做的事 好 接著我文議員 如果不用就我們回答 好 至於有甚麼問題 其他人想問一下 今天有幾個政治組織都說 對於例如傳統政樓 公民黨或者民主黨 有沒有影響 就是你們見到這條國安法 雖然有權盟 但是你們會不會運作上的一些田整 就是國安法沒有安排 我交回你相關的警察 代表公民黨說 我暫時看不到有甚麼影響 或者我代表民主黨說 我真的看不到有甚麼影響 我舉例 或者可能你想到最敏感的 我去年五月去美國訪問 那你就見到一個國務卿蓬佩奧 那你問我 如果你現在去香港 我再去 我都會訪問的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議員 和全世界交流 是沒有問題的 不應該說 有甚麼限制 所以我所說的 講來講去都是 香港現在是甚麼情況 我覺得 他也想知道 你香港覺得是甚麼情況 那就照樣說 好了 如果你說要 那見面就不行了 那我就不明白 我們很多建制派的同事 都跟外面的人交流 是嗎? 那他們就行 我記得好像我們有一個建制派同事 最近有一本甚麼報告 那些甚麼 工作報告 工作報告 他說 我跟那個甚麼 做理國務卿 交流 拍照 我不知道去 以後他們就不去 或者他說 我們都不去 建制派都可能死 但我就不會 照說 所有領事館 誰來問 交流 甚至台灣 大陸 印度 日本 就照說 沒問題 我不覺得應該要這樣限制 剛才張超雄所說 不應該有這樣的限制 是哪個 要用於 對你的法案 封明 做法 改革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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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es from the BC os I said a bit earlier, the only thing you have to fear is反参 We Hong Taiwan people Why should we have to fear something that we can't see the details yet I mean this is ridiculous Of course I share everyone's frustrations I share a lot of people's fear In fact, I am also an ordinary person Living in Hong Kong I have all this fear as well But then I have to remind myself 所以, back to your question 我們就要, as I agree with Ferendo said a bit earlier 我們就要活著我們的生活 我們香港人,我們會永遠都會香港人 然後, yes,這個法會有大影響 但當時有香港人生活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有香港人 我們要活著那樣,我們要活著那樣 我們會想像個經濟的思想 我可能不回答你的問號 但我會分享一下,我會想像個經濟的思考 我會想像個經濟的思考 我會想像個經濟的思考 我們會繼續討論 我們會想像個經濟的思考 或不是一個人的思考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 the whole world whether by video link,whether by physical visit whether by meeting their consul general in Hong Kong or even meeting persons claiming to be from the north from Beijing,or a research institution possibly or probably a spy or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 it's okay what I think is right then I say yes,it's right I think it's a wrong move then I will say that and to summarise the Beijing's implement enacting enactment of this law is insulting the system they insult their basic law structure by putting a not territory the whole China territory-wide law and pretending to be that and put it into schedule three they're insulting their own legislative process act by not pronouncing the law and not giving people a right to be consulted i think they're insulting the whole basic law they're insult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 they're retracting on their promise so they're insulting on themselves why the whole world the 4.5 billion people would have a very huge reaction through their government to squeeze the CCP because they're preaching the promise the very solemn promise to the whole world when they implement the basic law in 1997 web 好 我就著我,因為我自己還有一個緩迎 如果大家留意的話 我想,第一,我要準備明早的記者會 第二,我相信我要比較留意我自己的緩迎 不好意思 我會有合適的方法去表達我七一對這個 明天會有一個很悲哀的日子 尤其是國安法 北京去侮辱自己的制度之下去立 以及這樣去破壞一國兩制,有適當的表達 我想其實明天很快 連條法例我都等不及 不如明天大家去找找我們每個人的崗位是甚麼 好,其他問題 好 曾經討論你的,雖然消息也有人說 那個條例沒有追溯 但可以拿一些過往的東西來舉證 這方面擔不擔心自己都會被報 或者有機會去反應 我先說 沒得擔心 你做政治人物 你出來是代表市民 我任期未完 我只能夠去表達 選我的人 我相信多數的選我的人 是想甚麼 他心底裏想甚麼 至少我有個責任 有道德力量為他說的 我為甚麼要擔心 楊岳橋也好 公民黨的議員也好 我們全部都是按自己的良心做事 按香港的實際情況去講真話 我沒有必要去擔心 公民黨也不會擔心 我看到 你講 我想問一下 國安法實施 你不會擔心選舉 也有機會被DQ 甚至因為表明 反國安法的報告 甚至坐牢 第二就是民主黨說 七一會在街站 反國安法的宣傳 會有 香港眾志又宣布解散 民族陣線又掩散香港聯東 你怎麼看他們 你經常說 毋永不割席 為甚麼他們這麼快不割席 第三就是 剛才陶日新議員也說 國安法不是一個全國性的法律 但是全世界有很多國家 都有國安法的 可否陶日新議員可以解釋一下 為甚麼不是一個全國性的法律 讓我討論一下 因為他不是實施在內地 他這個法律是實施在香港的 那就不是全國性 國旗國徽都是 我回答你了 第二 這個問題 為甚麼全世界的國安法 在香港這麼大一件事呢 全世界的國安法 是受制於國際人權公約 香港由內地那一制 專制獨裁那一制 為香港訂立的國安法 是可以違反國際人權公約 而但是 中共在97年的時候 是說明國際人權公約 繼續適用香港去賣高藥的 他現在就立一條 可以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國安法 所以為甚麼 幾十個特別人權專員 是聯名要求聯合國去關注 就是因為 中國是聯合國的重要成員 而他 竟然是違反一個國際人權公約的國安法 都敢立 不好意思 我講台剛剛要直播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們坐在這裏 說反國安法 問我們害不害怕 如果害怕的話 就不會坐在這裏 另外就是DQ 大家不要忘記 DQ如果是因為有國安法 而我們反國安法 是他們無理 對不對 現在根據法例 有甚麼條款 是可以審議得到 或者要求 是否違反國安法 去作為一個 去斷定一個候選人 是否合適的呢 這個是否又要無限僭建呢 首先要看一個要求 本身是否合理 如果所有不合理的要求 都要求所有正常的人去 去符合的話 我覺得這些就真的超級無理了 好 其他朋友 沒有了 好 謝謝大家 有甚麼要求 請大家